北京冬奥会场馆尤其是新建场馆 是冬奥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一年来 北京冬奥会场馆积极探索向大众开放 努力实现奥运遗产全民共享 和可持续利用的新价值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 和国家速滑馆冰丝带 向公众开放以来 就成为了广大冰雪运动爱好者 向往的新地标 这里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 也就是北京冬奥会 高山滑雪项目的比赛场地 从这个雪季开始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60万平米的雪道 已经有超过40万平米 向公众开放 普通滑雪爱好者 也可以在这里享受 冬奥同款赛道滑雪的乐趣 高山滑雪被称为 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 这项比赛 无论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技术水平 还是比赛场地都要求极高 为北京冬奥新建的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是我国唯一符合 冬奥会标准的赛道 这些原本为专业比赛设计的 高难度赛道 在经过高山滑雪中心运营团队 对雪道重新规划后 通过枝字形的技术连接道 串联起比赛雪道 使得17条高山雪道 全新亮相 即便是普通滑雪爱好者 也可以从2198米的 山顶雪飞燕飞驰而下 在滑行14公里后 到达延庆冬奥村 别骄傲吧 因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庆人 能在家门口滑上冬奥的这种 水平的赛道 还是很难得的 从最快的冰到大众的冰 不管是零基础的花冰小白 还是吃成冰长几十年的老将 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能在这个东方会的这种场馆里头 这种花冰 确实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目前包括首钢滑雪大跳台雪飞天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等东奥场馆 已经全部实现了有效的赛后利用 这些场馆未来 在承办高水平国际赛事的同时 重点向服务普通民众的 休闲健身角色转换 努力为增强人民体制推进健康中国战略 造福民众福祉提供有力的支撑